大家好,我是小马,本期课程呢,咱们继续学习Amazon Bedlock,让咱们马上开始。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?大家请看我的标题,列出所有的可用模型。 咱们上期呢,申请一些个咱们今后课程中所要使用的模型。 那么今天,咱们呢,就使用LAM的函数,对吧? 咱们呢,去通过BOTO3的APM,来列出一下咱们当前去所使用的模型。 比如说,大家请看,我呢,进入到管理控制台,咱们找到Bedlock。 然后呢,咱们打开左边菜单条往下找。 咱们上期使用的是模型访问权限,咱们点击进入。 现在呢,我在福吉尼亚区,福吉尼亚区呢,现在呢,虽然我还没有申请任何的模型, 但是今后呢,为了咱们做课程,我呢,可能会给您申请这些个图像生成模型等等。 大家请看,图像生成模型呢,一个是SDML,一个呢,是Amazon提供的泰坦图片生成引擎,对吧? 今后呢,我可能肯定用这两个模型呢,进行讲解。 同时,在福吉尼亚区,这个如日中天的Cloud3.5也可以使用,它呢,还支持视觉功能。 所以说,今后呢,咱们不光使用东京区,也会使用福吉尼亚区。 但是今天呢,咱们先切换到东京区。 上期呢,我给您已经申请了这些个模型,今天呢,咱们就通过LAM的函数列出它。 为什么要列出它?是这样啊。 因为今后呢,咱们要使用Bedlock API呢,进行编程。 那么咱们在编程时,就需要指定一下模型ID。 这些个模型ID呢,咱们就需要通过API方式呢,把它列出来。 然后呢,在咱们今后的编程模型中,去使用它。 所以说,今天干什么?咱们就通过LAM的加Botl3的方式,为您列出当前AWS区域中的,所有的可用模型的ID。 好吧。 下面呢,是咱们今天要用到的文档有兴趣的朋友呢,您可以访问一下。 我呢,就不给您访问了。 咱们马上进行课程。 大家请看,我今天呢,给您准备了一个LAM的函数。 在这个LAM的函数当中,您主要看这个位置。 首先,咱们呢,通过Botl3,咱们呢,实力画一个Bedlock的对象,对吧? OK。 那么咱们实力画完这个对象之后,咱们呢,就可以使用一个叫做ListFoundationModels,来列出当前区域的所有可用模型。 当然了,这个方法呢,还可以跟个参数。 就是说,我只列出哪个公司的产品模型,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。 它呢,给咱们返回个Response。 咱们拿到Response,找到模型Summaries。 然后呢,通过这个循环,咱们就可以列出当前区域的所有模型。 今后呢,咱们主要用的是这个模型ID。 好吧。 OK。 那么接下来,我就把这个Lam的函数呢,部署到咱们上期的Teleform工程当中,给您看一下。 大家请看,我呢,给您准备了一段脚本。 上面呢,是咱们该如何来更新Lam的函数。 包括如何通过Teleform呢,进行部署。 在执行上面代码之前,首先,咱们先通过AWS的命令行工具,来列出一下模型。 好吧。OK。首先,咱们通过AWS的Badlock呢,加上这个函数,就能够看到您当前设置区域的模型一览。 先给您看一下,是这样啊,因为咱们通过AWS的命令行工具,完成了功能,咱们完全可以通过API的方式,Badlock3的方式呢,也能够完成。 为什么?事实上为,AWS的命令行工具呢,它不也是基于Python,Badlock3编写的吗? 对吧?好,先少去Ctrl-C做口碑。 我后台呢,给您开了一个终端,咱们先执行一下。 大家请看,我现在呢,是东京区,列出了东京区,现在可用的各种模型,没有任何的问题。 但是呢,信息比较多,没关系呢,咱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筛选。 该怎么筛选?比如说,咱们仅仅看东京区的这个模型ID,好吧,您通过这种查询预法呢,就可以看到Ctrl-C再做口碑。 再给您执行一下。 大家请看,东京区是可以使用到这些个模型ID,今后咱们在编程时,就可以指定,您要使用哪个模型。 比如说,大家请看,咱们可以使用Cloud 2.1,而且呢,有200K,或者说是20兆的令牌,供咱们使用几乎一篇论文,一篇小说,都是没有问题,它可以容纳下,好吧,OK。 好,先手续再回到小马的课件,比如说,您不想看东京区,您呢,想看弗吉尼亚区,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,再给您执行一下,Ctrl-C,弗吉尼亚区的模型就比较多。 包括今后,小马要给您隆重介绍的图片生成模型,对吧,这个呢,也是非常的人气,小马呢,在今后的课程中,会给您介绍到,好。 另外呢,咱们还支持一种语法,比如说,我只查看模型名,加模型ID呢,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,再给您列出一下吧。 既然小马呢,都给您这个命令,咱们就再执行一下。 够。 大家请看,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,咱们列出了模型的名称,以及它的ID,咱们编程中,主要使用呢,是它的模型ID,好吧,OK。 好,清个评,那么接下来呢,咱们就要编辑一下,咱们当前Telafome工程。 大家请看,我现在呢,就在上期给您介绍的Telafome工程中,然后干什么,咱们呢,去编辑一下这个Lamda函数,这个函数内容是什么。 就上面这些个内容,您呢,可以把它做一个全盘拷贝,然后呢,咱们通过Nano编辑,咱们这个Lamda函数位置,来编辑一下它,好吧。 大家请看,我呢,已经把我今天的代码,列出所有的可用模型代码呢,放到这个地方,无非就是把我的课件中的代码,拷贝过来而已。 好,拷贝完成之后,接下来呢,咱们就可以运行它,快速部署。 首先,Telafome呢,咱们先做一个初始化。 上期都给您讲过哦。 好的,很快,初始化,完成轻个评,咱们接下来呢,就进行一个upply应用。 这样的话,它就会把咱们本地所有的资源,一下子部署到云中去。 好的,咱们选一个yes,要做24个资源的建立。 好的,很快啊,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,咱们呢,建立出了24个资源,同时,给咱们生成一个APP。 Gateway的URL,咱们就可以访问一下这个URL,这个URL该怎么使用,咱们上期都已经介绍过,先轻个评,控制一下它。 因为咱们的LAMD函数呢,已经编写了列出当前去的所有模型,所以说大家请看,咱们这个LAMD函数呢,就返回了我当前东京区的所有的可用的模型。 没有问题吧,当然了,您现在看一下,如果不方便的话,也没有关系。 我给您拷贝一下这个URL。 然后看什么,咱们比如说进入到小马视频,这是小马的官网。 咱们呢,可以通过浏览器的方式呢,进行访问。 大家请看,完全没有问题。 这样看起来呢,就比较的自然,对吧? 有哪个公司模型名,以及咱们今后呢,可以使用哪个模型ID,您说,不是吗? 大家请看,20道令牌,真的足足够咱们基本的AI的开发,不是吗? 好,那么咱们最后呢,都确认完LAMD,还是动作之后,您要记住,把它再次删除掉。 这样的话,您的云资源才不会发生任何的费用哦。 这个删除呢,可能要花点时间,咱们稍微等一下哦。 好的,要删除20式的资源,咱们选择YES呢,进行删除。 删除应该比较快嘛,对吧? OK,这个呢,就是Teleform IAC给咱们带来的好处。 好吧,OK,您享用的时候呢,快速建立云资源,当您不用的时候呢,也可以马上删除掉它。 OK,以上呢,就是今天小马要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。 在咱们今后使用Bitlog进行编程之前,今天小马呢,先给您列出一下模型ID。 那么今后呢,咱们就使用这些个模型ID,再做更加深入的编程吧。 那么跟这些模型型ID是什么样子。 比如说,你莫比较明快的网易P Positive的咱们我们也放对方。 然后再 Yukon上评论,再来等旧两个蜈子。 按下译论。 然后再说, figuring一会和声明快的网易P Positive的。 那是什么样子? 现在吧,我们要ứa不完蛋。 除了一个都是死。